卡瑟罗真的不像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 他真正为古巴人做的事情 真的就只有古巴人能够亲身的感受到 很多古巴人在目送灵车经过的时候都哭了 邻居是一个古巴老奶奶 当时他知道卡瑟罗去世之后 痴声痛哭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首先呢先回答一下上期视频结尾 我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卡瑟罗去世之后 古巴宣布国家进入九天的国丧期 为什么是九天 同时呢为什么卡瑟罗的骨灰 最后会安葬在圣尼亚哥这个城市 首先呢圣尼亚哥市是卡瑟罗带领古巴 打响古巴革命战争第一枪的地方 后来呢他们在圣尼亚哥马埃斯拉山脉 进行这个游击战 当时费德尔卡瑟罗和劳尔卡瑟罗 还有切格瓦拉等几位这个革命领袖 他们是编分几路的 然后费德尔卡瑟罗是负责圣尼亚哥这一块 那么在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呢 卡瑟罗是第一时间登上了这个圣尼亚哥市政大楼 向当地圣尼亚哥市民宣布古巴革命胜利 也就是说最初是在圣尼亚哥宣布的 然后呢他就驱车从圣尼亚哥出发 东部圣尼亚哥出发一路向西 最终抵达首都哈尔纳 那么沿途经过的各省市都会宣布这个革命胜利的好消息 同时呢在各地举行这个庆祝活动 最终呢历时九天的时间进入到首都哈尔纳 向全国人民宣布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所以呢五年前卡瑟罗逝世之后 古巴也是举行了九天的哀悼活动 在首都哈尔纳举行这个追悼会追悼活动之后 卡瑟罗谷就从首都哈尔纳出发 沿着当年宣布古巴革命胜利的同样的这条道路 一路向东 最后抵达圣尼亚哥 安葬在圣尼亚哥的圣伊菲哲尼亚公墓 那么沿途经过的各省市 同样也是举行追悼活动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聊的呢 就是古巴人民 他们是如何面对卡瑟罗逝世这件事的 当时听到卡瑟罗逝世消息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那个时候是2016年 5年前11月25号的晚上 12点多得知了这个消息 当时我还没睡 在收拾行李呢 因为我第二天准备出国出差 结果就突然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晚呢 我就把出差的这个机票取消了 直接就是夜里就出门去报道了 不过呢 当时整个哈尔纳整体上啊 还是很平静的 没有出现什么波澜 当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什么波澜 很安静 原因之一呢 就是当时古巴网络没有现在发达 所以民众得知消息不够及时 当时是劳尔卡索罗电视宣布的 那么晚了 很多人已经睡了 所以也就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古巴人对于卡索罗感情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邻居是一个古巴老奶奶 当时她知道卡索罗去世之后 痴声痛哭 我因为在外出差没在家 后来我听他们说这老奶奶一度 哭晕过去差点送医院 而且这种事啊不是个案 就是我事后跟很多其他的中国朋友 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是说有很多的古巴的朋友 有这种类似的事 说明这不是一个个例 尤其是一些老一辈的 上了年纪的古巴人 他们对卡索罗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 年轻朋友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 他算是中产阶级了 自己有房有车 在古巴觉得算是不差钱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平时其实有点愤亲 没事就要来跟我吐槽一些 比如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呢就像这样的人 当时在得知卡索罗去世之后 也是非常的伤心 而之后也就是跟我聊了很多卡索罗的事情 甚至一度都把我给说哭了 由此可见呢 就是卡索罗真的不像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 他真正为古巴人做的事情 可能真的就只有古巴人能够亲身的感受到 所以说卡索罗能成为古巴 甚至是整个拉美一代伟人 伟大的政治家 真的是事了福一去 身后公与明一切都交给后人来评说吧 最后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我对于卡索罗去世这段期间 因为我是经历了整个过程嘛 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在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立马想起来 他在同一年就是2016年4月 古巴找开故宫七大的时候 他在闭幕式上发表的致词 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 不久我将90岁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那个时刻也将到来 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证明 在这个世界存在 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的工作 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我当时听着我就觉得吧 其实我觉得有点心酸 尤其是他说那句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 那个时刻也将到来 就是有一种告别的意味在里边 那个确实也是费德尔卡索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就真的这么快就到来了 然后就是11月28号29号这两天 在哈尔纳的革命广场举行这个瞻仰活动 这个瞻仰活动是谁都可以去参加的 当时这两天人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两天的瞻仰时间这个时段内啊 从早到晚这个人潮就没断过 而革命广场永远都排着长长的队 我觉得就是有几百万人肯定是有的了 其中呢还包括各国前来参加 费德尔追悼会的就是外国元首 当时咱们中国出席活动的是 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29号晚上呢就在这个革命广场 举行了一场非常非常非常隆重的追悼大会 将近有6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代表 和将近百万的哈尔纳各界群众 都出席了这个悼念活动 大概持续四个小时 那领导人讲话的部分我都不多说了 我就记得当时气氛是非常悲痛的 一百万人齐喊费德尔名字 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还有就是呢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 有关费德尔生平的影片 就是有革命历史 就是重要历史时刻 有这个费德尔的演讲 有他和人民在一起时候的那种英雄笑貌 反正我看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哭了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哭 就是在场大部分人都看哭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之后我也会单发出来 后来呢第二天也就是30号 费德尔的这个骨灰从哈网纳出发 一路就是向东送往这个圣地亚哥 这个时候我没有跟着这个灵车过去啊 我是选择坐飞机直接提前抵达圣地亚哥去等候 那费德尔的骨灰是12月3号抵达圣地亚哥的 当天晚上呢在圣地亚哥的这个安东尼奥马赛奥革命广场 也是举行了一场就是类似的一个大型的追悼会 我也是参加了 第二天一早呢也就是12月4号上午 费德尔卡斯罗的葬礼呢在圣地亚哥圣伊菲勒尼亚公墓举行 他骨灰就正式安葬在这个公墓内 那当天一早4点多圣地亚哥市民就聚集在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安东尼奥马赛奥革命广场了 准备为卡斯罗做最后的道别 我们大家一起呢就从这个革命广场步行2.5公里 抵达这个公墓外边一条街上 沿途呢就看到很多古巴国旗 还有古巴人他们在脸上就是印国旗的这个标志 大家反正都是很悲痛的 然后呢6点45分运送费德尔谷会的灵车车队 他们就从这个广场出发 7点钟准时抵达这个公墓 我们呢一共是几万人吧 在这个车队行进的路线的道路两侧排起了长队 就是为费德尔送别吧 很多古巴人在目送灵车经过的时候都哭了 然后当时这个费德尔的骨灰盒上盖着这个古巴国旗 然后外边呢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罩罩着 灵车当时就从我的眼前从我身前经过那一幕真的是永生难忘 其实呢我身边除了大人哭年轻人哭 也有很多就是很小的小朋友哭 我记得我当时问过我身边一个小朋友 我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一直把费德尔当做我的爷爷 所以我现在很伤心 我当时就也是泪奔 最后呢就是想讲一讲卡索罗的葬礼了 卡索罗葬礼是在当天的上午7点正式举行 这是一场非对外公开的葬礼 就是一个私人的葬礼 只有卡索罗的家人以及骨供领导层的人参加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都在外面守候 葬礼的过程很简单 就是老卡索罗亲手把费德尔的骨龟放到那个墓碑里 然后呢在场人就是哀悼啊献花 费德尔的那个墓碑非常的朴素 但是很庄严 就是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巨石 然后背上就只是简单的写了一个费德尔的名字 我们当时在外边就听到就是葬礼上有那种 有冥想的这个礼炮声 然后我们就伴随这个礼炮声 古巴人就在外边齐声合唱古巴国歌 然后高喊费德尔名字 后来葬礼结束之后 从下午当天下午开始 就有大批的民众就开始排队进入公墓 他们就是大家有序的在这个墓碑前献花摘养 当时我也去了 而且我正好是遇到这个护卫这个陵墓的礼宾换岗 反正现场气氛是非常的庄重的 不知道听完这些故事大家什么感受啊 其实我是比较能够理解古巴人民对卡塞罗的感情的 因为古巴真的它发展这么缓慢 确确实实有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 而卡塞罗身上承担的责任 真的不是咱们常人能够体会的 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有一些瑕疵 但是呢卡塞罗绝对是一位伟人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他真的是扛着古巴前行了这么久 真的跟咱们伟大的毛主席周总理等 老一辈革命领导人一样 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而且受到人民的敬仰 那至于其他的就交给后人来评说了 那这期视频也就说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